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须在秒数上加上0.2秒 总长28公尺 短短的比赛时间就决定出胜负 若不幸加上短短的0.2秒 都会对比赛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 照理来说只要你有可以为国家去获得奖牌 为国家拿到荣耀的运动项目都应该去栽培它 可是现在国家却是重点放在大家喜欢的篮球 棒球 羽毛球 其他项目就算你可以拿牌 他们也不会去重视 十九岁的他脚踝软骨 脊椎都产生了职业伤害 也使得他产生了退休的念头 转换身份 变成担任指导滑轮游兵的角色 辅助其他青年滑轮选手 不要和他一样受到职业伤害的摧残 获得亚洲青年锦标赛第一名锦颁发奖章 一个选手的培育 是消耗相当大的时间和金钱去培养 若是国家给予的奖励不足 选手在培育期间就为了生计问题而被迫放弃 又怎能期盼有下格好手为国争光呢 新培市树林的三家火车站 是个只有区间车停靠的小站 但过去他曾经因为煤矿开采繁华一时 车站整修后重现往日的煤矿特色 吸引民众前来缅怀过往的时光 又名索阿咖的山家 坐落于大洞山的山脚下 日治时代还曾经因为煤矿的盛产 新建索阿咖艺作为运输煤矿的专用车站 新北市在104年 推动新北市三家车站修复 与周边环境改善工程时 进度的DLH1044型调动机遇 据采矿特色的煤走车 以及车站旁边墙上的彩绘 处处皆可以印证煤矿与山家密不可分的连结 15、6岁都做了 这煤矿比较有钱赚 以前没有工作 以前都没有工作 我们也没有地也没有什么就要做工 我们以前都是要做工 我做20多年 目前矿坑遗址仅剩两处 其一是大风霉矿 这个小广场 由着早期的矿工们居住古处环绕 目前已闲置不用 另一座盖蛋矿坑遗址 在在地地方人士的奔走整修下 得以重见天日 可供民众缅怀当年的繁华与哀愁